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个指数它已经开始来回测月线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发现到目前这个融资都没有什么增加 所以这个行情基本上它还没有到一个疯狂的境界 通常它要反弹结束应该是融资开始暴增之后 所以目前为止大家还是非常谨慎 大部分的投资人还是不敢进去 那么大家在看这个行情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底部 那基本上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里是一个突破十字均线 然后这里来做回撤 然后它又站上去十字均线 叫做突破回撤再突破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底部出来 所以后面不是看这个底部有没有破 后面是看这条十字均线有没有破 十字均线没有跌破 它基本上它就会开始彻底由谷底来做翻扬 那么指数呢会震荡的往上 所以后面只要观察十字均线不破 它又会持续的一路震荡往上走 那尤其我们看最近这个行情 大家都会很担心说 这个美国股市这个地方涨多了 包括像美国股市 是不是这个联准会呢要开始 会议要开始讲又要升息这件事情 都要开始担心起来了 那基本上呢大家都已经有预期了 这一次大家升三马 大家已经有预期了 所以这个三马他讲完之后呢 大概也没什么大利空的 那再加上最近呢 第三季的财报也差不多陆续在公布了 那有一些公司呢 你看他公布这个财报之后 其实他利空不跌 你看这个前一阵子这个6月04创委 他说上个月他只有赚100万 他的股价呢曾经一度跌破破底 你看这个地方破底 他在10月25号这一天 10月25号这一天他破底嘛 因为他公布他的 他上个月只有赚100万而已嘛 结果他破底跌停板 破底跌停板完以后呢 隔天出现最低点 就开始一路震荡走高了 开始一路震荡走高了 那么3105的稳帽也是 3105稳帽在这一天 10月28号这一天呢 他公布呢他上一季呢也是亏损的 只有赚0.8块而已 结果股价呢在当天呢 出现这个最低点破底 最低点107块钱 开始严度震荡走高了 还有很多家啦 包括像是这个友达啦 友达这一天啊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这一天最低点 我跟大家讲说这边最低点 杀到15块9毛钱 这一天他公布第三季 他亏损了104亿 公司说看的很保守 军联行情看的很保守 结果这边最低点 从这边开始往上拉了 有没有 这是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地方 我认为这个行情已经在做一个 在做利空测试在打底的动作 这个地方表示说 这个利空已经没有影响到市场上 这些所谓的恐慌性的卖亚了 表示说大家这个地方已经认为说 这里呢市场上已经开始认定 这个地方它已经是相对低点了 没有什么好杀了 尤其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像这种友达 南亚科都回到10年线了 没有什么好杀的 你不要看到这个利空消息 你看他上半年 这个第三季的财报不好 你就把他杀掉 你会杀到低点 因为他们都已经领先见底了 你看这个友达都已经领先见底了 都先涨一波上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情基本上你要好好把握 就在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 我说10年线你去买股票 你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说一个月以后你一定会感谢我 因为你会发现你在赚钱的 甚至有些股票不用到一个月 大概这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到 真的在10年线去买真的有赚到钱 那更不要说这一波领先 大盘先站上季限的股票 这更强势 所以待会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 今天有来问这个问题 我们来回答一下 这个 陈俊成 陈先生有问到这个3037的压力点 我们看一下3037的压力点 星星 星星之前我在节目上有回答过 投资朋友这一档个股 因为我说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里每次爆量 爆量往下跌 就是这个投信在卖 爆量之后就开始往下跌 那这里爆量 这里是爆量 然后投信站在卖方 就开始往下跌 那这里又出现量 这里又爆量 那又是投信卖出去的 卖超之后又往下跌 但是说这里有爆量 但是你看这里不一样了 这里投信站在买方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他会在那边做个主体的动作 这边做主体先开始做反弹 因为这一次 这一次的爆量是投信去买的 不是投信砍出来的 所以这一次筹码比较不一样 那只是说 他这个融资还是偏高的 所以说他可能很难说 大幅的大涨 因为筹码稍微乱一点 但是至少来讲 应该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季线 你看他上次差一点 碰到季线就掉下来 那第二次碰到季线掉下来 所以这一次呢 季线应该是比较大压力 季线目前在133.8左右 所以你记一下 记一下133.8 这个是比较大压力点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个股 老林小姐问这个2630的亚航 那亚航来讲的话 我们看今天成交量只有38张而已 那如果说以这种量 比较少的量 就比较难去评估 因为他这个量38张 如果说他量突然增加到380张 增加10倍 他可能就冲上去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成交量 所以像这样子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这样评估 因为他这里呢 这个低点呢 他曾经有出现一根残虹棒 那他这次又回到这个低点 技术面来看他又回到这个低点 他这里又开始反弹 所以呢 到底说这两个股呢 应该呢 你基本上15块7毛钱没有破 我认为这两个股可以续报 那接下来呢也是一样 也是来挑战这条季线 季线目前在16块8毛钱 所以你记一下 16块8毛钱这个地方 可能压力就比较重 那16块8毛钱 现在是16块8毛钱 可能过一段时间 他会开始往下移 他可能以每天呢 大概以0.1的速度 开始往下移 所以过两天可能16块8 在明天又16块7 后天16块6 你大概这样去算一下 他这个季线是慢慢的往下移的 所以他反弹到季线是第一个反压 但是如果说他第一个反压突破 到这个反压点的话 他拉回没有再破底的话 他基本上他还会再来一次 只是说他如果说一次马上 攻到季线的话一定会有压力 因为这里量比较大嘛 你看这边的量成绩比较大 因为这里的量都出现套牢量 所以这两个股呢 反弹我建议呢 接近到季线16.8附近 站在卖方 可以换股操作一下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 萧威林 他问到2383的台光电 台光电今天蛮强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台光电 尖盘中一度涨停台光电 台光电呢他做那个PCB这个铜箔基板嘛 那我们知道呢这档个股呢 其实这家公司其实公司还算蛮赚钱的 那最近呢他他从128块钱一路往上拉上去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外资把它调到它的平等了 外资对这档个股对这家公司是 他的评估是买进讯号 把它调评到买进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他这档个股呢 照理说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有比较大的压力区 但是他突破了嘛 他突破最重要他成家量出来 你看成家量出来 因为他如果成家量没有出来的话 他很难突破这个颈线区 那既然突破了他表示呢这档个股呢 基本上他这里呢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转强讯号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128块钱已经是第一只脚出来了 第一只脚出来了 未来拉回基本上呢 他只要没有再破128的话 他基本上他会形成一个双底 或者是一个N字形的上攻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可以续报 那么比较大的压力区呢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在这里 在176到175附近 这里才会出现比较大的压力 可能到季线 可能这两天到季线会稍微震一下 会震一下 但是没有破128 我认为可以续报 后面还有机会来挑战一次 这个175块钱到这个高点 175到176这个地方 所以台光电来讲的话 应该空间比较大一点 他反而空间比较大 好我们再回答下一档个股呢 可以绝问到2498的宏达电 宏达电呢我们看一下 宏达电他这边弱势 比较弱势的反弹 宏达电呢 大家都知道他做元宇宙的嘛 对不对 那元宇宙呢 之前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过 元宇宙基本上他目前还没有实质的获利 应该是一个题材性的一个拉抬是比较明显 因为他实质上还没有获利 那他昨天也公布他的业绩呢 好像是亏损1块多1块1啊 但是你看哦 他是他上一季是亏损1块1 但是你看他股价没有破底呢 没有破底呢 所以这里我们跟大家讲 我说这里你要注意到 其实很多股票 大家公布这个季报大亏损之后 都没有在破底 甚至都是开始往上涨 这里告诉你这个地方 就是利空在做见底的动作 所以宏达电如果你有的话 这两个股48块钱没有破 这个底部没有破先续报着 那今天来挑战这个月线 稍微留下上限 因为他最近可能很难涨 是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他没有什么业绩 他业绩是亏损的 所以他可能没有什么题材跟利多 去做拉抬 因为在这里已经拉抬过一波 因为这里呢 当时大家讲 苹果可能要切入这个 AR跟VR的这一部分 所以他也有跟着做联动 带动涨一波上去 但是呢基本上他获利还没有跟上来 所以他的股价就比较难表现 那这两个股来讲的话 未来反弹上去可能要注意到 这个地方压力比较重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高点 为什么这高点压力比较重 因为这里是一个前波的一个景线区 这个头部形态比较明显 它跌破完又它有反弹 反弹到这个地方是58块4毛钱 反弹到这个地方 正好在前波低点这个景线的压力区 它又往下跌了 所以未来反弹接近到这个低点 接近到这个位置区 压力会比较重 建议换股做操作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个股呢 小克 小克呢 问到这个6603 19块钱会突破吗 富强星 我们看一下 富强星呢 19块钱会不会突破 我们看19块钱在哪里 19块钱来讲的话 在19块钱可能压力比较重 因为你看它是从19块钱在这个位置区 这里是19块钱 19块一毛钱 你看它从这里跌下来的 那这档个股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稍微远看一下 它基本上 你会发现到这档个股呢 它的股性是比较 比较难操作的 因为它都这样上上下下 你如果趁它去涨的时候 你去追你就被套 那你被套 你把它停损掉 它又涨起来 那涨起来你去追 它又给你套了 所以小克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吧 所以像这种个股 操作上来讲的话 它就是上上下下 其实它在一个区间 它在一个区间 如果它过19块钱 变成也是站在卖方的嘛 因为你看它基本上 就是在这个19块钱 20块钱这个地方 是一个前波的高档区嘛 那它每次拉回到什么地方 你看它每次拉回到 16块钱这个地方 它就一个低档区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16块钱到19块钱这边做盘整 所以这档个股 我认为它在那边做盘整 19块钱会不会突破 我认为即使它突破 也是站在卖方 突破也是站在卖方 因为我们看一下 它本业基本上上半年大概赚0.6嘛 今年大概赚1块钱左右 1块钱的话 基本上20倍本一比 给它20倍本一比 20块钱压力就很重 20块钱压力就很重 所以19到20反而你是一个卖方 你要拉回到16块钱左右 这部分是比较好买进 所以这两个股来讲的话 我认为你先区间操作 区间操作 区间操作 好 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前面回答结束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一样传上来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传上来 我看到以后我会直接帮你做回答 好来讲解一下这个盘式 我们来回到这个盘面上 这个昨天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台美的这个联合 讨论这个联合生产武器 这一块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因为这个台美联合生产武器 这一块是见光石 因为台湾呢 基本上以前跟美国是 买它的武器而已 是交保护费嘛 我昨天有讲嘛 那从来没有说联合要生产武器 这个东西 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会这个东西会跑出来 是因为他要去牵制 美国要牵制这个中共 因为台海最近的危机 大家一直在想说 会不会这五年中共打过来 大家都开始担心这一点嘛 连外资也在担心嘛 所以外资一直在卖超嘛 所以现在外面再讲一句话什么 昨日乌克兰 那么今日呢 台湾 对不对 外资其实很怕这个 很怕说台湾会发生战争 所以外资一直在卖补票 那现在呢 美国他为了要抵制呢 中国崛起 所以他不但是在 晶片高阶的晶片 把它扼杀住之外呢 在台湾这个地方 不断的卖台湾 给台湾卖一些武器 防备性的武器 还跟台湾来合作 来生产武器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 长期的趋势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长期趋势 那我跟大家讲说 最有机会往上面涨的就是这个 做军用无人机的雷虎 为什么是雷虎 我这天也跟大家讲说 无人机基本上这一波 不只是在军用方面 它也可以用在民间 民间也是可以放 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消防队 消防队可能 以后的消防队 消防局里面可能都会有 配备这个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它可以空难的收救 还有火灾现场 它可以先去探勘 对不对 所以在民用这一块 其实无人机也非常的好用 那军用这一块来讲 乌克兰乌俄战争 它已经发挥出效益出来了 那这第一个 台湾要做的原因 因为看到乌克兰 他用这个无人机 把俄罗斯打得很惨 以小成本获得大的利润 大的利益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台湾想要去发展无人机的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大陆 你还记得大陆在上个月 上个月我记得他在金门 他用无人机去探勘金门的军事设施 结果台湾好像 不知道该怎么反制 不知道该怎么反制 后来可能是美国下一道命令下来 说把这个无人机轰下来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无人机 军门的这个军官只要 军人只要看到无人机 就可以把他打下来 是这样子才告一段落的 所以你看大陆他用无人机 来侦探我们台湾的军情的时候 其实台湾第一个时间点 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也就告诉你说 这个无人机台湾基本上很缺乏 所以我跟大家讲 未来这个无人机的发展效益是非常大 不管是军用民用的 都会持续发展下去 所以在10月20号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雷虎 8033雷虎 他做军用无人机的 他也是台湾跟美国军事合作里面 最大的受惠的股票 我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看17块6毛5到19块1毛钱 我告诉你 这两个我会往上来挑战新高点 所以你要赶快跟着我进场布局 后面到10月28号他是不是上去了 上去的话我跟你讲 这个拉回以后还会再上 这个支撑点没有破 他拉回还会再上 我认为他还没有走完 这10月29号已经涨到21块钱了 10月28号 接下来你看11月1号 跳空开始拉涨停板了 你看这个题材发挥出来了 因为之前盘还不是很好 所以他是小涨小涨一下 但是他还是在涨 那么11月1号直接攻涨停板之后 那你看今天11月12号 今天再攻涨停 我昨天就跟你讲说他会创新高了 你看这两个股 你看他今天是不是过新高了 那我跟你讲价位在这个地方 11月20号19块钱 在这里 从这里涨到这里已经涨4成了 已经涨4成了 我跟你讲说未来台湾要发展军用无人机的国家队 那雷虎就是受益最大的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 你只要掌握到一档好的标定 你只要掌握到这个题材 目前这个行情在往下拉回 在往下跌的时候 前一阵子基本上都没人敢买股票 大家都想要放空了嘛 但是我跟你讲说 我说雷虎他会上去 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具有利基型的股票 他能够在一片 大家觉得绝望的时候 大家觉得没有机会的时候 这两个股反而会冒出他真正的机会出来 所以你看他股价今天创新高43%了 43%了 那后市呢 我认为他后市呢 基本上我还是看好他 我还是看好他 我只是要跟你讲说 如果你在10月20日跟着我们做进场布局 你现在赚4成了嘛 你现在赚4成了嘛 对不对 另外包括像新胜利 我在节目上也跟你讲 新胜利我跟你讲的时候 43块钱左右嘛 我说他9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成长三倍 我在节目上我也讲说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你就去买新胜利吧 因为我说如果像这种营收 都能够比去年大幅度成长倍数的股票 如果不涨的话 说实在话 大概台股呢 大概也没什么希望了啦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会创新高 我认为他会创新高 他这里是高姿态整理喔 10月28号告诉你嘛 对不对 11月1号你看昨天是不是拉涨停 那昨天涨停在那边做震荡 我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当冲洗盘的 不要理他 我认为还会再涨 好今天11月2号 今天在盘中再拉涨停嘛 那今天呢 拉涨停完以后 又是当冲把他冲下来了 所以这几天我们要观察一下 如果说这几天融卷还是居高不下 还在放空的话 那我认为这场歌舞它后面 它应该还会再往上嘎 那如果说这几天它开始爆量不太涨了 开始出现震荡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观察一下 反正到时候呢 我们的进出会有依据的 好 那我们再注意一下 这个5289的仪顶也是一样 你看它这边先涨上去一坡嘛 现在就会做一个整理嘛 对不对 那我认为后面还有一坡 你看它上次涨一坡上去 你看它这个量 你就知道这个量是有人在买进的成交量嘛 这买进的成交量密集在这三根嘛 它买完以后呢 这个量开始量缩了嘛 那量缩有没有怎么跌 量缩不跌啦 量缩在横盘啊 所以后面只要一补量上去 它就又上去一坡了 因为整个记忆体的价格 我认为即将见底了 像这种个股也是有机会 包括像我在10月30号跟你讲说 这档个股是底部爆量进货量的股票 Intel将推出新的伺服器 10月30号要告诉你 赶快跟我进场布局 我认为这档个股会上去 10月31号 我们看这档个股是什么样的股票 好 这档个股是8358的金区 8358的金区 那你看一下金区有没有涨 对不对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在整个大盘震荡拉回的过程里面 其实它们都一直垫高底部 再往上面涨 所以这里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买10年线的股票 我们要买被错杀的成长股 像这种都属于被错杀的股票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个股呢 会开始往上面涨呢 或者是在震荡拉回的时候呢 是很好布局的标的呢 我跟大家讲 这档个股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档个股 它明年将要进入成长期 它为什么明年要进入成长期 第一个400G的交换器 明年会开始正式的增加成长 第二个呢 它又是台湾全台唯一一家 它的产品呢 高阶版的 它切入了低轨卫星这一块 获得认证 唯一一家获得认证的 所以低轨卫星这一块呢 它又吃到了 第三个呢 伺服器新平台的一个发 一个所谓的开发出来呢 对于这家公司又是另外一个利多 所以呢 它在三个利多之下呢 我认为这家公司呢 它的那个营收获利成长 到明年会开始进入成长期 它会提前的度过衰退期 然后呢 明年开始进入成长期 那你会讲说 老师现在是第四季 为什么讲明年呢 因为我跟大家讲 股价还是反应未来 股价不会等到说明年开始 成长之后开始涨 股价今年第四季 如果是明年是成长期 那今年第四季就会开始涨了 你就要现在来卡位 那你看它技术面 是不是正好突破长期 下降趋势线 而且带量出来嘛 所以近期来讲 今天量是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近期如果震荡拉回的时候 可以来做布局 我认为后面还有高点 这是我告诉你要来做一个 布局的重点的股票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 我跟大家讲 反败为胜 目前就是看现在 反败为胜 目前看现在 好小特 不客气 你说谢谢 我说跟你说不客气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再问 那我们问题都已经回答完了 所以明天再来问 那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问题 你可以加我的官方LINE 小老鼠WO888 或者是你是盘中 你没办法看节目 那你是盘后看的 你说我在直播现场你没办法看 你是直播之后你才看到 你没办法问的话 那你就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 加入完以后 也是可以把你的问题传上来 我看到了会帮你来做回答 或者是在节目上帮你来做回答 那如果说是YouTube频道的话 你一定要帮我按赞 订阅跟分享 因为如果你订阅跟开启小铃铛的话 你按下去的话 我们有最新的一个资讯的话 你就会及时接收到 你就会及时接收到 那这里我推出这个反败为胜的专案 现在这个机会真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要逢低布局 持续在逢低布局十年限的股票 持续逢低布局被错杀的成长股 你要跟我们一起布局的 认同我们的观念的 请打0800370888 0800370888 好今天时间关系 为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谢谢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致富投资风险